西方史学史 拜占庭帝国普洛科比厄斯 作为其史学时期的卓越代表 继承了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 效法西洛多德修西底德 尤其是后者 这是他学习的榜样 比如他的文笔修词 乃至叙事中夹杂着演说词的写法 都是修西底德式的 但普洛科比厄斯 并没有把这位杰出的前辈史学家的 求真精神学到手 事实表明他对史料书与考丁 所作记载并非完全言之有据 但不管怎么样 普洛科比厄斯的史学著作 为我们展示了一幅 查士丁尼时代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对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的史料 创造了条件 连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 无论在世界历史 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 总 都是